世界上最残忍的四种武器 而得到更快战术效果,各国开始了对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装备的杀伤力,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出现了一些对敌方作战人员杀伤力更大的残忍武器,进而给士兵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亡。 后来,随着国际上对战场上人道主义的考虑,这些武器被明令禁止。 第一个是钢珠手雷,大家都知道,手雷的作用往往不是直接将人炸死,而是通过手雷爆炸后,产生了巨大威力,将弹片射住人体,使作战人员失去战斗力。 而这款钢珠手雷在爆炸后,会产生将近四千枚左右的小碎片。 对于集群冲锋的士兵来说,杀伤力是十分可怕的。 在手雷的最外层,分布了二层很细小的钢珠,爆炸后,这些钢珠由于射出去的子弹向西面吧,方飞去。 第二个是达姆弹,这种子弹从外形来看, 子弹与普通的子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关键在于它被射入人体后,弹头就像开花一样,瞬间在人体内绽放,而且同时还会在人体内不断地运动,在体内造成巨大的伤口。 如果大难不死想要将弹头从体内取出,也是极其困难的,甚至还要将周围的组织全部切除才行。 还有一款就是白鳞蛋,而鳞是一种燃点极低的物质,在被用作弹药后,其毁伤效果也是极其严重的。 白鳞蛋在爆炸后,瞬间被引燃,而且会剧烈燃烧。 一旦被投放到敌军阵地,会造成大面积的瞬间大火,还不容易被扑灭,给敌军带来大面积的烧伤。 与此同时燃烧会很快耗尽周围的氧气,即使不被烧伤,也会因为窒息而亡。 而最后一款就是玻璃子弹,这款子弹的伤害简直太残忍了,如果一旦被射入人体,就会在人体内部炸成很多玻璃渣。 瞬间流血不止,而且周围的气关节会受到严重的损坏,所以只要被这种子弹所击中,等待的只有死亡了。 因此,这种子弹也是被国际上所明令禁制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